我是Cindy,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讲加瓦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的主题是 你可以告诉对象怎么做 方法中该如何传参呢? 我们呢,已经在之前的学习过程中呢 接触到了方法中传参 我们在调用对象的方法的时候呢 时不时会传一些参数进去 那么传参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流程呢? 我们在本次课中来详细介绍 当然,我们的学习依然会使用代码来介绍 边做代码边详细介绍 之前呢,我们一直都是用记事本来打开 那这一次的话呢,我重新装了一个改进版的 这种记事本nopad++ 因为它会有一些颜色的区分 Public Class App2 现在的话呢,我就设计了一个类叫做APP2 这个APP2里面呢,只有一个论方法 接下来呢,我就会在APP2这个类里面定义一个方法 叫做print打印方法 也就是说这个打印方法 我的功能就是要打印一定次数的这样一个信息 那么到底打印什么样的信息 那又打印几次呢? 啊,如果没有参数 我就会直接写哈 for inter i 等于零 i小于三 i++ system.out.println hello word 好,保存一下 这个print方法呢,其实是没有参数的 那么它的功能就是循环三次打印helloword 那么我在man方法中如何调用print方法呢? 按照我们之前的学习哈 因为print是一个成员方法 所以呢,我需要得到APP2的一个对象 obj 那如何实力化APP2的这样一个对象呢 就是通过new哈 new 那接下来 因为我这个APP2的构造方法是缺省的 所以我不用存餐 接下来obj 点print 哈,print方法 相当于在调用这个啊 print方法 现在保存 保存以后呢 就是control加s哈 保存 接下来编译 没有任何问题 好的,循环三次打印 但是现在啊,我们有发现一个问题呢 我希望改写print方法 就是说我不一定要打印helloword 我这次可能打印helloword 下一次呢,可能会打印hello,某某某 再下一次呢,可能我也会打印I love you 好的,那这个可不可以跟着条件来变呢 还有我这次循环打印三次 那我下次想循环打印五次怎么办呢 我实在是不想在方法中写死这些条件 那好,那我们究竟该怎么解决灵活的这样一个设置功能呢 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到方法的参数 这个参数该怎么写呢 比方说我在print方法里面写上两个参数变量 我们知道方法中是可以定义参数的 那么定义两个参数变量 一个是死菌类型的msg 一个是ink类型的lumber 接下来呢,我的负循环从0到lumber-1哈 小一lumber就是不要到lumber,就是lumber-1 而我打印的是msg 当然lumber和msg很明显是参数变量 所谓的变量就是它的值是可以变的 那好,既然我已经定义了两个参数 那我这样子调用print方法是否还正确呢 哦,报错了哈 报错了,是因为我在调用print方法的时候 这个方法是有参数的 而且参数是两个 而我这里调用呢,却没有传参 好的,我们希望APP二类的print方法 能够打印哈 打印东西 那,而且是根据我们传进来的 这种具体的这样一个值哈 传递给stringmsg和interlumber 然后print方法呢 再根据传进来的参数哈 比方说lumber 要打印lumber次的msg的这样一个信息 好,现在呢 我就要通过调用offg点print方法的时候哈 来看一下我要传递什么样的参数 如果我不传递参数的话呢 是一定会报错的 那传递第一个string类型的参数 hello 我得用双引号括起来 那么第二个参数呢 跟第一个参数用do号隔开 假设我要输入的是一个三 好,接下来 编译 没有任何问题 运行看看 诶,打印了三次 hello我的 那如果哈 这一次呢 我是打印三次呢 下一次如果我要打印五次怎么办呢 诶,print方法我不用修改 但是呢,我在传参的时候呢 又重新把第二个参数由三改成了五 那重新编一下看看 诶,看到没有 我们打印了五次hello我的 也就是说 我在调用print方法的时候哈 是随着我传进来的参数的值的变化 而变化 我觉得这就是参数的含义哈 参数的含义 什么是参数 我觉得其实参数就是一个方法的执行条件 我根据参数的不同 而执行不同的这样一个结果 当然我的过程还是一样的哈 看到没有 我现在连续调用两次print方法 但是参数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呢,参数是hello我的和五 第二的参数呢 则是哈哈和三 输出的话呢 就是循环打印五次 hello我的和三次 哈哈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要跟方法传参 会要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 第一个原则 如果我的print方法只有两个参数 那么我传进来的这样一个参数值 也只能是两个 绝对不能是三个 那么第二点 如果我参数的这样一个数据类型哈 分别是sgm类型的msg 和int类型的number 那我传进来的参数的值 也必须首先是字不串 然后是整数 如果我倒过来会怎么样呢 保存一下哈 倒过来就会 报错哈 报错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我们传参是遵循这样一个原则 啊 比方说 我要调用print的方法传两个参数 哈哈哈哈 实际上哈 我在调用print的方法的时候 然后是将哈哈哈哈 传递给了参数变量mfg 然后呢 是将三传递给了整数lumber 整数lumber 那这样子的话呢 哎 你会发现 我接下来根据哈 虽然说是i小于变量lumber 实际上这个时候变量的值已经变成了三 而msg变量的值呢 变成了哈哈哈哈 所以才会循环打印三次 哈哈哈哈 好的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传进来参数的数据类型 必须匹配 而且顺序得给 跟这个参数的顺序保持一致 这个呢 就是加瓦中如何想方法传参 当然我传参的时候呢 可以不仅仅是一个常量 也可以是一个变量哈 比方说现在我用变量 infor哈 它的参数 它的值 哈哈哈哈 然后呢 我将第一个参数变成了infor 这个infor就相当于变量infor的值 传递给了mfg的值哈 实际上也就是把哈哈传过来 记住哦 在加瓦中我们传参其实传递的都是参数的值哈 传递的是值的一个副本 好的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慢方法 有没有发现这个慢方法貌似也是有参数的 而且它的参数不像我刚才定义的是死菌类型和inter类型 而是一个死菌类型的数组 那这种情况下 这个参数是怎么传递过来的呢 好 我把这些都注释掉 这个参数是怎么传递过来的呢 我能不能解析这个参数呢 咦 这个参数是数组 那就是一组数据啊 一组死菌类型的数据 那现在我来解析一下 i小鱼 args点lens lens属性 其实这个args是一个字不串数组 那它打点掉一个lens呢 实际上是求得这个字不串的长度 好 接下来既然是字不串数组 那它每一个元素都是字不串 我也就意味着可以打印出来 好 保存 接下来的问题就来了哈 编译 没有任何问题 那我如何运行呢 我跟你们说这一个诀窍哈 我们在调用闷方法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我们运行一个加瓦代码 就会执行闷方法 那我运行它执行闷方法 也就意味着 我在运行的时候就应该 传餐 我传两个参数试试 你看到了没有 加瓦空格APP2 再空格给一个参数值 传一个长量进去 空格再传第二个长量BBB 诶这两个就会被死菌类型的数组参数 ARGS接受到 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我就会便利哈 便利这个数组的长度 并且打印这个数组的每一个元素 就是AA和BBB 这个就是字符寸数组的一个传餐 那同理 如果我这里有一个方法 public void b string 中括号 stis 当然我可以不写任何代码 如果我要调用这个方法 也就意味着我得给一个字符串数组的这样一个 长量过去哈 还记得字符串数组的初始化是怎么做的吗 好的 这是我声明外加初始化 我可以把这句话循环打印这个字符串数组哈 只不过不是ARGS S S T S 好 编译 嗯 Int 哦 这个少写了一个for 这就是调错哈 调错 好 接下来 加瓦空格 APPR 如果我运行的时候不传进任何参数 就说明我的梦方法 这个接收到的这个字符串数组为空 就不会执行任何东西 好 知道为什么没有输出任何东西吗 是因为我并没有调用A方法 并且把数组 字符串数组 字符串数组 S传到这个A应该是B方法 调用这个B方法 重新编译 再次运行 好 接下来我就会把这个数组 解析出来得到它的长度 并且打印它的每一个元素 我这里传递的是一个字符串的数组 因为我的B方法的参数就是一个字符类型的字符串类型的数组 STRS 好的 这个就是你可以指挥对象根据参数传进来的条件执行相应的功能 这个就是给方法传参数组 同学们记住了吗 我们下次课再见哦 谢谢 感谢观看